杨茜看着眼前的青龙和金龙在跟黑山老妖斗法 得知沉香肯定是被敖春弄到龙宫去了 于是杨茜就带着啸天犬来到了龙宫 他告诉老龙王 你的儿子敖春可是犯下了天调 竟然将一个凡人抓进了龙宫里边 龙王让敖春过来跟杨茜对峙 其实敖春已经偷偷将沉香给放走了 所以不怕跟杨茜对峙 我可以告诉你 他到了水里是无法呼吸的 你把他拖下水憋了那么久 他会死 反正我放他走的时候他没死 见有人命官司 敖春只能说出来已经放了陈香了 果然小玉在河里找到了陈香 并将他拉上了船 陈香为了摆脱啸天犬 就让黑山老妖带着自己的衣服到处跑 而他在身上挂上大蒜来掩盖气味 黑山老妖竟然拿着陈香的衣服 跑到了南天门 杨茜以为陈香真的来到了天庭 思考了再三终于向王母娘娘摊牌了 说自己妹妹跟凡人生了个孩子 果然惹得王母娘娘大怒 而在灵霄宝殿中 嫦娥也在控诉 杨茜将三圣母 囚禁在华山半个多月了 就连太上老君也觉得孩子都生出来了 你再关着也起不到啥作用了 但是王母娘娘却不认同 她觉得陈香人非人 仙非仙 乃是一个天地不容的妖孽 根本不应该留在世上 小小年纪竟敢勾结狐妖 偷偷跑上天庭 但是嫦娥很不服啊 你说人家陈香偷偷跑上天庭 可是我们大家都没见到啊 你可有人赃俱获 此话一出 孝天犬就立马开始追踪陈香的气味 天地无击 万里追踪 孝天犬看到陈香 藏在玉帝的皱泽里边 于是玉帝就将皱泽扔给了杨茜 杨茜天眼一开 就破了黑山老妖的障眼法 显出了陈香的衣服 这下陈香可坐实了 私闯天庭的罪名 即刻开始 三界通妻妖孽陈香 将陈香捉上天来 当众打入万劫不服之地 三圣母 善自和凡人成亲 触犯天条 永世不得赦免 遵旨 眉善的康老大将陈香的遭遇 告诉了三圣母 他也觉得天庭如此 对一个16岁的孩子 确实是太过分了 经不起三圣母的苦苦哀求 康老大决定寻思一次 带着三圣母的魂魄 让他偷偷的看一看陈香 陈香和小玉还有敖春 正在赶往华山的路上 三圣母就悄悄地跟了过去 所谓的母子怜心 确实是真的 此时的陈香 也感觉到了母亲的存在 这是三圣母 第二次见陈香 同样是虚幻飘渺 然而美好的情景 却被啸天犬这条狗给破坏了 就当啸天犬要抓陈香的时候 号称天庭第一反骨子的哪吒 前来救了陈香一次 夺知这个少年是三圣母的儿子后 还非常热心地将他们带到了华山 来到华山的陈香 本以为可以见到自己的母亲 可是他却在山洞里 见到了自己的舅舅杨简 但这不是真的杨简 而是杨简多年以前 留在华山的一口气 看来杨简一直在等着陈香来呢 而接下来就是杨简对陈香的考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